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话说曲出来的两边肩头已经被红爪扎伤 他不顾得痛了,连锤举刀刺入红的大嘴里 由于血流得太多,你一刀又刺入嘴,那只红再亦支持不住 凌凌一声,整个踏低地,就再亦没动,真是死了了 看了这一幕斗红的情景,见过那只凶猛的红却之死了 那个姑娘才唱长头一口气,放入心里,翻身落马 不顾得少女的修剑,连锤向曲出律道者 只见他满面通红的说,多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我一定要稳报父皇,报答你的 曲出律一听就问了,你是哪家的姑娘呢 那个少女正要回答,突然间,见跟随她来的那些侍女 一个个满面通红,有点尴尬的样子,向她走过来 那个少女取力挖着他们说,等我回去,向父皇报公 非打死你们不可 这件事,曲出律听出来口口声声说到父皇 知道这个少女非一般人家出身 心想,哎呀,你一下我有救了 那这个姑娘,原来是西辽国王谷儿汗的独生女 叫做混忽 因为谷儿汗只有这一只女 简直就是这个西辽王掌上明珠 平日,谷儿汗将她顶在头上 怕着会搭着她,含在嘴树,又担心热气嗑着她 揽入怀里面,又怕着夹着她 没多久之前,她突发其上,向父皇提出要古列铁意河边去挖船 谷儿汗于是派了很多人,护送着这位公主去百里之外的古列铁意河边 又特意打造了守木船,一起送去 啊,谁知道混分在河上挖船的时候呢 一个不小心,连船带人一起翻入河中 如果不是夹时抢救上来,非浸船在河里面不可啊 你只要去苦差一带山林打猎 只带了一群侍女跟去,不要士兵保护 谷儿汗既心痛,又不放心啊 就等混忽走之后 灵外派之人马远远未随住 以防止发生意外的事 谁知在树林里面竟然遇上了熊 如果不是曲出律夹时赶到射死了那只凶猛的熊 魂忽将会吃大亏 搞得不好连命制都没了 这件事 魂忽已经恢复了神智 见到这位救自己性命的年轻人 不单是英勇胆大 武艺高强 而且生得高大英俊 一表人才 我生日不如都暗暗高兴起来 就顺口话了 什么大哥还不知道吗 我西辽国王谷儿汗的公主 你这儿离西辽不远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要对父皇讲 一定要好好报答你 曲出律一听 真是喜出望外 心想 西辽国也是西方的一个大国 曾经听父亲讲过 国王本来是辽国的后裔 如果能够得到辽国的信任 有朝一日领兵回去向成吉思汗报仇 岂不是天大的喜事吗 这时 他又仔细看着那个公主的掌相 虽然不是貌弱鲜花 不过也娇笑动人 尤其是那对水灵灵的大眼睛 眼珠也的黄色 和他雪白的肌肤 影射得好协调 比起中原的女人 这个公主的体型 稍微就丰满了一点 只更加显出 她风腰狐背的曲线味 这时 公主见她看着自己 就大方地说 大哥是我的恩人 我一定要报答你 不知大哥从哪书来 叫什么名字呢 曲出律立即回答说 哦 我乃曼过太阳汉的儿子曲出律 因为蒙古人的入心 令我国破家亡 孤身一个 流浪在这个二国土地上 现在遇到公主 真是三生有幸 只因我亡国丧家的人 不如到贵国去 免得会被你们带来麻烦 就此告辞了 说完 曲出律就起身离开 正抬脚要走 魂乎公主连锤相前 伸手拉着手臂滑 请大哥 不是 请一人不要走 我要报答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何况 你还是拉曼过的王子呢 魂乎公主 自小是娇生惯养 在西辽皇宫里面长大 天生有父 娇中自我 木空一切的性格 他很少跟男子交往 现在十六岁 虽然是程度初开的年龄 但并没有谈情说爱的常事 自从和曲出律一见之后 不但感激他对自己的救命之恩 而且对这位失去祖国的二国王子 产生了爱慕之情 想带他回去 等父母见过之后 能够博得过你的欢心 那婚事不是就成了吗 那谷儿汉的皇后 叫做古儿比述 你这个女人 不单止美貌无比 而且诡计多端 在她生了魂佛之后 接生婆的小声对她说 你的子宫已经失去功能 再也不能够生育了 古儿比述 好像听见惊雷 那样整个魂座 只但是严酷的事实 令她不得不接受 来 暗暗吞下这个苦果 虽然我心是万分不情愿 那一个女人 尤其是一个皇帝的后妃 一旦能够生育 这样会被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于是 古儿比述 突然想出了个办法 派人买来的青粉 偷偷放入谷儿汉的饭碗里面 听说 人吃了青粉之后 就再也不能够生育了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是一样 五重之 古儿汉再也不能够令任何女人怀孕 而运忽呢 就成为这个西辽国王的唯一公主 曲出律 跟随运忽公主 来到西辽国 见到谷儿汉和虎儿比述 受到热情的款待 将她当成自己个女儿的救命恩人 西辽皇对她说 你是公主的救命恩人 如果愿意的话 你可以长期在我这里住下去的 过了没多久 运忽公主就向谷儿汉提出嫁给曲出律 在父皇面前 一贯是港一不二的运忽公主 很快就跟曲出律办了喜事 从此 曲出律就成为西辽国谷儿汉的驸马和亲信 当时 谷儿汉统治着突厥斯坦 和科宗的所有国国和地区 他拥有大量的军队 武装 人民和土地 连花辣子无国 也是他的属国里 曲出律 和运忽公主分后 整日玩玩乐乐 一起游山玩水 到处吃喝玩乐 有日晚刻 曲出律忽然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 运忽公主问了 你怎么样 是不是病了 他连续上前询问 摸着曲出的额头说 过头没热啊 到底怎么样 经过再三盆问 哎呀 说了 哎呀 说啦 我们既然是夫妻 应该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曲出了对的话 这个梦跟你有关 说出来 你一定要帮我 帮我完成了这个梦啊 云忽公主 迫着胸口保证说 哎呀 你放心啦 你不单止是我的驸马 做我的救命恩人 曲出了 曲出律见他心意诚恳 就慢慢说了 你已经知道了 我的父皇太阳汗 是被蒙古的成吉思汗 逼死在缘崖上面的 是啊 我知道这件事 你的梦 跟老人家的死有关吗 曲出律猛的颜头说 没错 那些人经常说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些日子来 我硬是感到心神不定 你快点说啦 你的梦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听了云忽公主的再三催促 曲出律猛 我见到父亲满身鲜血 大声质问我说 你这个不孝之子 竟然将国仇家恨 扶死无亡的仇恨 全部都不记得了 云忽公主听了 眼泪竟然流出来连续问 现在怎能够报仇的呢 我们才度过蜜月没多久 何况我 我仍不舍得放你走啊 曲出律一见 连续将公主抱入怀里面 看他抹去泪水 然后对他说 我离开我国土 已经很久了 但是我的子民 不会忘记我的 他们也不会忘记国仇家恨 现在 成吉思汗的军队 都在中原打仗 他的后防空虚 军队的数量不多 我已经听说了 我的很多部落和军队 正等着我回去的 云忽公主听到这里 双手揽着曲出了条颈 连续在他面上咳住 断断续续说 嗯 你不能够去 你不能够回去的 我不让你离开我 你现在是我的驸马 无论如何 我都不放你走 曲出律又是继续说 听说 我的那些部落和军队 他们流落分散在业物历 海雅历 以及别失伯利的境内 他们到处聚集起来 反抗蒙古人的统治 到处打探我的消息 云忽公主还猛地说 嗯 你不能够回去 我不放你走的 你走了我怎么算了 那不是叫我守活 吗 曲出律 只要庄作没有听见他说的话 一边安慰着他 一边继续对他说 你父皇谷仪汗 如果能够放我回去 我就可以去将他们召集起来 去找蒙古人报仇 一定要活足成吉思汗 重建我的乃曼国 你就我的皇后了 魂忽公主连续说 父皇就我这一只女 他怎么能够舍得放我们两个回去呢 何况 他老人家已经老了 我们一走 西尿王 不是后继无人了吗 曲出律 立即说 请你放心了 在我困难的时候 你们帮助了我 有志为人 谷仪汗他老人家一旦有难 我一定会帮助他的 只要我活在世上 我将对他老人家 揭成效忠 听他吩咐 决不识演 魂忽公主 顶不住他的反复解释 苦苦哀求 着之答应向父皇和母后请求 尽快放他回去收集完奶民的残暴人缘 不后 后来 心地单纯的谷仪汗 却之轻信了曲出律的花言巧语 送给他很多贵重的礼物 而且封他为曲出律汗 对他说 逐来早日重见奶蛮顾国 尽快报仇雪恨 于是曲出律 好像脚仔飞出牢笼 迅速回到业物力 海瓦力 以及别室百里境内 将其残暴收集到一起 很快组建成一支万人的队伍 这时 西辽国军队里面 有股反对谷仪汗的势力 他们的头头 叫做庞斯里胡 即刻派人到曲出律那里 对他说 你如果能够将谷仪汗赶下台 情愿拥戴你做西辽国王 并将西辽国的美女乌姜 送给你做皇后 曲出律自然很高兴 就准备领兵回去 向谷仪汗发难 他的部下葛利高里劝他说 这件事千万不要做 谷仪汗在这困难的时候 招你做了驸马 并帮助你重新建立军队 怎么能够做那些不忠不义的事 曲出律却不以为言 他反而说 我是谷仪汗女儿的救命恩人 他帮助我做了那些事 是应该的 那就等于摆平了 谁都不欠谁了 何况他已经连路昏庸 等我做西辽王 有什么不妥当呢 于是 曲出律坚持与庞丝里胡联合起来 包围了皇宫 逼着谷仪汗交出皇权 这一刻让位给自己 郭仪汗连路看样 无力抵抗 自我说了 我答应给你继承西辽王位 但是你要撤兵 将军队领回去 曲出律 于是将队伍折走 并将乌疆接到身边 立他为皇后 这个消息 传到混乎公主的意里 他这刻派人 去找他的表弟龙格丁里 要他起兵 遗签曲出来的兵马 龙格丁里 和庞斯里胡 都是西辽国的大兵将领 经过一番策划 龙格丁里 杀死了庞斯里胡 夺得军队的指挥权 趁夜偷集了曲出律的队伍 还是拥戴谷仪汗 做西辽王 那后来 曲出律 听说花辣子无国 黄穆罕默德 不满再做西辽的蜀国 准备派兵攻打谷仪汗 就这刻派人前去 和沙摩科末结成联盟 双方就经过反复磋伤 立下这样的决议 穆罕默德 从西辽攻打谷仪汗 曲出律 从东面进攻 谁先知灭谷仪汗的 就将会得到西辽国的大部分领土 花辣子无国国王 穆罕默德说 我只要从 科力麻坑 忽坛 以下可塞哈尔为止的 这一片土地和人民 科区出律 这刻答应了他的要求 谁知龙格丁里 带领西辽兵马 突然包围了他的队伍 杀到科区出律 大败而徒 只要翻到别室八里 去重新整顿兵马 这时 花辣子无国王穆罕默德 联合杀斥以干国 从西辽国的西部边境 展开了进攻 谷仪汗的大将塔阳友 因为指挥失误 战败被俘 遭到惨败 公元1211年的夏天 曲出律 趁谷仪汗兵力分散之机 突然领兵向他进攻 将他包围起来 出其不意敢中的呼祸 曲出律想杀死谷仪汗 宣布自己为西辽国王 葛里高里又劝阻话了 对一个年老体育的人 何必还要杀他呢 何况他有恩于你 为了缓和西辽人民的反抗情绪 留下他 尊他为太上皇 不是更加有利吗 曲出律觉得他讲得有道理 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公开对谷仪汗 你是太上皇 我要将你当作父亲一样看待 尽管你女儿混乎公主 已经离开我 做了个表弟龙格丁你的妻子 于是 曲出律就明正言顺地 将谷仪汗统治下的突厥斯坦地区 以及他的皇位 完全夺取到自己手中 从此 铁丹族的西辽国 实际上已经灭亡了 曲出律 在赫什河尔和田等地 西辽石伊沙河地区 重新建立了奶文国 曲出律 在流浪颠沛了四年多之后 李镇当上的西辽国王 又有美女乌姜陪伴在身边 真是以气风发 欣喜若狂 于是 讲话气粗了 脾气更加大了 欲下就要杀人 他认为这样才像一个国王的样子 那个皇后乌姜 忽然生得美貌无比 但是性格怪癖 经常提出这些稀奇古怪的要求 平日 乌姜要求用牛奶冲凉 羊奶马奶都不能够替换 逼使西辽国的百姓 按时交送鲜牛奶到皇宫里面 他的饮食也很特别的 喜欢吃牛脚肉 他要求徐司 将牛脚 去到外面的甲壳 放在锅里面清凳 直到凳到远难为止 乌姜虽然生得很漂亮 但是他很喜欢打扮 特别重视 臉的保养和美容 要求侍女每日清晨 帮他美容 即是打面 听说 打面是面部美容的最好办法 那些侍女往往不敢打 那么在他吩咐之下 谁不敢打呢 于是 在打面美容之中 经常出现一些事情 有些侍女打重了 就被拉出去杀头 有些打得轻 或者打的位置不对 就要受到重重责分 更有甚者 乌姜信奉偶像教 他要曲出律 强迫全体人民 都要归于偶像教 那各位 曲出律和乌姜 敢来统治西辽国 又会得到 怎样的结果呢 欲之后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请不要评论